但是法术已经施展 而且进行了一半 现在停止的话 前功尽弃 叶少阳只能咬紧牙关 把情绪全洒在对面那些鬼怪身上 当一个接引仙女面带春风的飞来 想要施展魅术的时候 叶少阳一箭下去 劈成两半 真身出现 死在地上低头一看 原来是只狐狸 身上的皮毛已经带着点绿色 可惜没有权绿 否则也不会屈尊伺候鬼母了 又是几分钟之后 叶少阳口中开始发出叹息声 叶少阳瞥了一眼 看到叶少阳睫毛颤抖 知道他已经要超过一半的鬼血被打开 现在的他虽然还没有完全苏醒 但是已经被唤醒了一部分神识 能够察觉到外界正在发生的事 叶少阳叹了口气 继续杀敌保护叶小爽 叶小爽喉咙里发出粗重的喘息声 叶少阳伸出一只手 扣住他的手腕 用钢气感知 这次发现他体内血流澎湃 好像激流一样运行无阻 涌向他的脑门正中间的鬼门血位周围 对血位进行着冲击 只有鬼门血上还插着一根魂钉 但是进制的能量比其余六枚最强 很难融化 鲜血源源不断地透过去 抵消着魂钉的能量 叶少阳挥剑挡开面前的几只厉鬼 回头看着叶小萌 面色比之前又苍白了几分 无力地垂着眼皮 随着鲜血的流失 他的魂魄也开始颤抖 又离开身体的势头 小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叶少阳冲得吼道 打算强行切断两道敷衍的联系 千万不要啊 叶小萌丝声喊道 少阳哥 请让我自己安排我的命运 如果要是死了的话 我也认了 你现在阻止我 前功尽弃 我也不见得会活下来 叶少阳缓缓摇头 举起的手颤抖起来 叶小萌吃力地宠他微微一想 我之前还说自己没用 帮不到你 现在总有机会能帮到你了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成全我吧 少阳哥 叶小说的眉头皱了起来 进入了冲雪的关键时刻 少阳哥 还记得当初 雪漆给我那面镜子 叶小萌已经闭上了眼睛 声音也越来越轻 失血过多 让生命从他的身体里 正在一点点流失 叶少阳一边杀鬼 一边不时地回头看着他 听着他轻声地呢喃 我骗你说什么也没看见 其实他没有骗我 我看到了我喜欢的人 那个人就是 就是 他没能说出最后一个字 但是叶少阳已经猜到了 不要 叶少硕突然发出一声怒吼 猛然抬起头来 最后一根魂钉融化 他彻底清醒 恢复了神志 一身鬼力爆发 将周围的厉鬼震退 一转身来到叶小萌身边 抱住他正在倒下的身体 自从鬼穴被半叔打开之后 他的神志也恢复了一部分 清楚知道自己能够清醒过来 完全是因为叶少萌现身的缘故 他知道自己的身世 自然也知道 叶小萌是自己的妹妹 一滴滴眼泪落在叶小萌的脸上 然后立刻消失 鬼的眼泪与人间无形 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傻孩子 你太傻了 哥哥 叶小萌伸出苍白无色的手指 想要触摸他的脸 最终却颓然倒下 脑袋也倒了下去 死了 叶小硕沉默了几秒钟 突然仰天长小 一身鬼力尽数爆发 头发直立起来 表情十分的猙獰恐怖 可恶 鬼母怒叫了一声 也在这个时候 彻底揉碎了命灯 却是没有上山 而是朝着这边飘来 大概是觉得苏醒的叶小硕 和叶少阳在一起 威胁太大 必须先解决掉 他的鬼族大军 被命灯伤去很多 但数量仍然不少 追随他飞山前来 小硕 血气丢下对战的王渝 朝着小硕飞奔而来 人影未到 却先喊道 叶小硕 你要效忠仙娘 你错了一次 可别错第二次了 嗡的一声 叶少震动长剑 以一种仇视的目光 朝血气望去 叶小硕抬起头 看着他说道 你答应过我 叶少阳咬咬牙说道 如果不是答应过你 我现在就灭了他 看了一眼 躺在他怀中的叶小萌 叶少阳心如刀绞 转身面对血气 等着他前来 但血气没有立刻上前 而是将自己 置身在鬼族的包围圈中 远远地看着叶小硕 神情中带着一丝复杂 叶小硕将叶小萌的尸体 轻轻地放在了一边 起身朝着鬼母飞去 叶少阳本来想 跟着他前去作战 猛然间想到了什么 急忙来到叶小萌身边 把他手放在脑门上 搜寻着他的魂魄 叶小硕 你以为凭你 可以对付我 修罗鬼母望着叶小硕飞来 冷冷地说道 不能 叶小硕干脆地回答道 但是 那又怎么样 我打不过你 难道就不能跟你打了 看着鬼母和他身后 黑压压的一大片鬼族 叶小硕笑了 笑得有点惨 也有点放松 然后 挥舞着魂箭 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 道之所在 虽千万人 勿亡已 叶少王听见 打斗的声音 没有抬头去看 他祭出太义扶尘 尘尾展开 悬停在自己头顶上方 形成了一个 简单的 牢固的小结节 阻挡着那些鬼族的攻击 蹲在地上 划破右手中指 用雪在地上 写出了一个身字 两只大拇指 各按着自己 上下两头 施展毛山 搜魂秘书 在附近 搜索起 叶小萌的魂魄 那边 叶小硕已经杀了 很多鬼族 已经对上了鬼母 两人正在展开 一场可怕的战斗 众人远远看去 只看见 一红一黑 两团人警 在空中飞舞 细节 一点也看不清楚 最终 叶小硕 败下阵来 被阵飞在地上 转头看了雪奇 一样 微微一笑 再度起身 与鬼母站在一起 在受到绝对的压制后 他毫不犹豫地 划成了一股 黑色旋风 从鬼群中刮刮 无数鬼族被旋风吸引 在中间被绞杀 经过安静风 和他的轮番屠杀 鬼族大军 终于所胜无几 只剩下几个将领 和鬼母本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